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音乐的执事也在了 哇 真是大家很同心啊 除了音乐侍奉的同工之外呢 还有广场福音侍奉的团队也在场 除了这之外 行政主任也在场 行政牧师 江牧师也在场 这个新锐事工专员 利和博弟兄也在场 当然我也在场 我还特别邀请了一位贵宾 一位非常资深的导演 也是演员 王恩勇弟兄也在场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呢 因为我们在商讨12月这个圣诞月 我们有哪一些的福音事工可以做的 因为疫情随时不稳定的 所以呢 我们要化整为零 我们以前有一个很隆重的平安夜音乐晚会 今年还是有的 我们要请天运师班带领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也有在每一周 起码周末 我们会有在广场的福音事工 那么有音乐 有试集 也有话剧 我们希望透过各种方法 各种智慧 引领人归向基督 这就是我们的动机和目的 今天大家一起开会 心中真是喜乐 看见大家如此同心 心旺福音 就好像费力比书第一章第五节讲到 我们能同心 心旺福音 这正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求主恩待 我们需要大家的祷告来支持 支持音乐同工们 在广场上 要在圣诞月 有音乐的侍奉 我们也求主恩待广场福音事工的同工团队 也可以继续地在广场将福音广传 将华恩堂对灵社的关心传达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 愿主带领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愿主引领保守 我们在圣诞节花了好多精神功夫来思考 来预备 来筹划圣诞月的许多福音事工 求主引领我们 让我们不只同工再努力筹划 兄弟姐妹也能够同心参与 一起同心兴旺福音 愿主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的心 也让我们实践 使我们经历神的恩典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明天是主日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教会 我们有第一堂 第三堂的中文崇拜 有英文堂的早堂和晚堂的崇拜 下午还有三点半的双语崇拜 中文晚堂崇拜也已经进行了 星期六晚上的晚崇拜 也已经进行了好几个礼拜 可以按照我们方便的时间 一起的来敬拜主 明天我又要在中文崇拜讲到咯 我要讲生命纪第十三章 一卷非常有意思的书卷 一张非常启发性的经文 若是你愿意 欢迎你参加 网上的或者实体 参加实体崇拜 现在还来得及报名 赶快哦 好 晚安 M 让你赢也行 都是你 -... ……ance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